所以我的题目其实三元河流于基督教文学艺术 你说是宗教改革也可以 其实宗教改革我相信是一个时间点 那宗教改革如果不谈中世纪 它就不存在宗教改革 如果不延续到今天的宗教改革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宗教改革的观点 是我们看到在一个节点的变化 那么首先人们对基督教信仰最初的认识 往往是从诗歌音乐建筑戏剧绘画小说等等文艺形式来得到的 是很形象化并且带有感情的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最初的认识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讲的 它一定就是育工型的 就是比较浅的不是 当他们从艺术中戏剧中甚至是 早期哪怕最简单的说像西方的教堂 我们今天经常讲欧洲好像基督教信仰现在没落了 那教堂里面都没人在那敬拜了 好像成为了旅游之地 这个好像是特别是中国基督徒特别自豪能谴责别人的 但是我想讲的是当走入中国教会 世人很多能听到的信息纯正度和丰富度更多呢 还是当他们进入一个虽然已经成为旅游点 已经多年以前甚至百年以前 那样一个教堂他看见了耶稣的故事 他在里面看见那种敬拜的那种感觉 他所得到的多呢 其实你会发现文学艺术包括建筑 他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他是托你所谓的你看得见的人 看得见的教会仍然说话的 所以这个我是想讲到这个 而且上帝的创造 罪和救赎 爱于赦免 圣洁祈祷 这些你都可以从中得到 而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基要神学 就是最基本的 那么今天教会却过于注重教会内 命题式的教义字句的精确度 我们讲神学现在越来越纠结到那种字句的精确度 在这个字句的精确度 我们进入了一种西方那种逻辑命题式的信仰 但事实上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来看 包括心约来看 真正的信仰 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生命的一个介绍生命的一个描述 这个生命的状态 它其实就不是像命题那样 命题其实是将肉去掉 搞个有个框架或者骨骼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上帝怎么说 遍地的枯骨 它吹生气在枯骨中 以皮肤盖成为耶和华的大菌 那么因此要不要骨头肯定是要的 不然它不用遍地枯骨 它直接吹口气在空气中 但是骨头彼此要连接 要充满血肉 以皮覆盖 所以这种 如果轻护了文学艺术的载体 而来向社会来言说 它倒没有 如果倒不成为一个 本身倒我们就讲这种信仰是一种生命体 而不是命体 然后倒成肉身 那更就是一个生命体的表现 为什么说付怀里的独生子 这样付表现出来 那为什么要用怀里的独生子 基督来显明呢 基督就不是说从天而降一套理论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 所以这个 这是就是说我们要 今天的神学我们要脱离一种 在封闭式的 命体式的神学逻辑框架里面谈神学 因此从宗教改革500年的新教历史 神学的发展来反思 目前基督教对整个社会 主流社会 或者说对这个 无论这个社会的几个方面 普通生活的伦理方面 包括政治方面 各个方面的诗语状态 我们来反思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我讲的会通过 其实我今天讲的是一个构架 这个可以开门神学课 如果上帝允许 也许我65岁以后 专门来完成这门课程 写本书 我是要做什么呢 我是要将历史中 社会整个的思潮框架 思潮的这条线 和基督教文学艺术这条线 和试经学神学这条线 做一个同 就是并行的一个排列 使我们看见 基督教文学艺术 仿佛一个桥梁 它如何是神学 对社会的 通过基督教文学艺术 对社会的影响 那社会思潮 通过这种文学艺术和文化 对神学的影响 这个影响都有 正面的层面 也有负面的层面 我是想拉一条线 也许给大家脑力激荡一下 但不会进行文本分析 既然我们是 讲三元合理 我们就看 从一开始 圣经的 它编辑 它的修订 诠释以及翻译 特别是翻译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成就 这种文学成就 它一直延续到新天 特别是从宗教改革 它进行 其实宗教改革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宗教改革的同时 那些基督徒的神学家 和文学家 他们同时也在创立一些 最新的语言 就像我们圣经 合合本的翻译 对百花文的创立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 像马丁路德 以及诞丁 他们对德语的 就是现代德语的创立 非常重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圣经本身 它就是一个文学的成就 那么从圣经文本 这个方面来看 应该说 基督教 不管是中世纪 就从天主教 一直到新教 文学艺术本身 都是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种传递方式 从公元450年 一直到罗马帝国衰亡 一直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 这段时期 天主教用他们的 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教会的组织和财力 以及那个时候的 相对的他们就是综合体力吧 那个体 体积的体力 他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艺术 进行了一种强势的干预 极强势的干预 那是那个时候 他就引导了一种审美和世界观 他这种对社会审美和世界观的引导 其实是一种神性的言说 然后这种言说我们知道 在做这种言说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中世纪现在经常都被认为 好像是非常黑暗的时代啊 那不管是教会内 对教会外 都对中世纪文学艺术非常的贬低 但其实中世纪时代 我们就 我们丢失了它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以圣经 母题 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种文学艺术创造 比如说那种就是 就是教堂里面的壁画 这些壁画 它都是将 圣经本身的很多母题 它的单元 变成了就是 西方文学 西方审美 甚至西方社会的一些经典的 就像我们的成语故事似的 就变成一种经典的审美趋向 包括现在 在艺术界比较贬低的 那个圣画像 就圣画像上面都有个光环 对吧 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 这个光环就拿掉了 它更讲究 它们的人的一个层面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当代 当代的新的一种 艺术趋向 又开始 其实你看那种 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 我上次在尔湾 刚刚去参观 那个就是 魔兽世界的那个总部 他那个现在画的 画的那种就是游戏 它已经成为一种风格 它又是像圣画像一样 它有一种 就是给人一种神圣感的图像化解读 但这些都是我们忽略的 这个我就岔开一下 那从 所以从圣图这个角度上来说 以圣经 本身的母题 作为最初的一种文学应用 是我们今天教会 基督教文学艺术丢失的 那我们来看 它是怎么丢失的 以及为什么要恢复 当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众多神学家的宗教著书 也是文学作品 我们今天讲的很多 像不管是奥古斯丁 还叫早期教父 他们的很多作品 不是仅仅影响教会内的 他们是影响那个社会的 并且是作为社会的文学艺术 归宝传递下来的 刚才我们讲到 中世纪文学的强的地方 问题在哪里 就是圣书二分和贵族文化 以及政教合一 这个一体等等呢 就造成了当时对西欧 特别是从意大利开始 它的城邦制 然后它就是城市市民阶层的行程 然后讲简单的就是说 那个时候有城市了 城市里面有市民了 市民不再用种地了 不种地它就有时间了 有时间就要娱乐了 就这么简单 当它要娱乐的时候 那个时候资产阶级 新兴资产阶级兴起 它是喜乐的充满信心和盼望的 而中世纪的文学艺术 是比较讲究那个背负重担 十字架的苦难的 它没有发现十字架里面的苦难的 另一面 十字架不仅仅是苦难的 如果十字架仅仅是苦难 它就不是久恩 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 所以当时的中世纪文学艺术 它比较强调那种神圣的苦难化 以至于它不能调和当时这个民众的需要 但是它把它那种文学的风格 本来是好的 神圣的苦难化 它把文学风格代替了 说是神学的唯一 就是将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风格 代替了自己福音的根本和上帝的话语 所以它就将那些都打为异端 打为世俗 因此 这个时候 那你 就是对民间产生的那种情感需求 你否认的话 那么民间自然也就对你完全否认 所以我觉得当时其实并不是一个 要神和不要神 信仰和非信仰的争论 而是教会以保守自己的神学风格 保守自己的一种 一种已经领受的东西 自现来否认 也不愿意让神的启示带着我们 和这个社会一同成长 就是说今天我们也遇到这个事 我们的神学要不要有用 我们的神学要不要对当下说话 我们的神学要不要 人家在哭的时候 你非得笑 人家笑的时候 你非得哭 是这个问题 那么到当时如果说 我真是假设 如果当时教会能够放下身段 以道成肉身的精神 让圣经和基督教信仰 借着顺应时代的需求的文艺形式 来传播和言说 我相信当时就会带来 基督教文学的一支大福星 他没有做到 当然也就让我们新教也可以产生 好 我们看 文艺复兴与基督教 我得讲快点 文艺复兴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文艺复兴里面 我觉得最需要讲的就是 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 是被误读的 直到今天 我们教会都接受了世俗的 对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一个解说 就是他跟人本主义是画等号的 其实不是的 你回到一开始看 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 起初既有反基督教的 他们的言说 也有基督信仰的言说 所以它是基于 人被上帝创造的那个尊严 人的尊严和独一性 来产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重新解读 我们可以考虑从但丁的神曲 到伯家丘 他的那种人学和人文学 他是人学和人文学之父 一直到十日坛被称为人学 为什么他们都是受但丁影响 而走向这个渠道 基督教主动的把所谓 人的尊严 人文精神 对人的思考 让位于世俗 主动的放弃 任何一个时代 一个宗派的基督教文艺 都只能显明某一部分 上帝的真理与美 人为的宗教性的掌控和压制 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好像规范化 或者进化基督教文艺 这是我们 为什么要去规范它 确实是好的 但同时呢 也缩小了 基督教文学艺术 它的范围 它的创造的天地 以至最后也断绝了 圣灵的带领 和生命活泼的体验 到第三 宗教改革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那么我就不想谈宗教改革 这次大家谈了很多了 那从圣经上 人人可以读圣经 人人可以向上帝祈祷 忏悔 从这件事的归正上来说 本来是应该能够带来 基督教文学艺术的 在思想和形式上的释放的 事实上也确实到 19世纪和20世纪 产生了很多基督教文学艺术 但是你如果总体上来看 它是渐渐衰弱 什么原因 我觉得宗教改革以来 我们并没有主动的探讨 这个议题 就宗教改革的这个神学议题 我们没有主动的来探讨 这个议题 对于文学艺术会产生什么影响 没有主动的去做 而是基督教文学艺术呢 是因为一种无意识的 好像被动的 受这个神学改变的影响 但是文学艺术如果是 非主动的去讨论 而是被动的 无形中受它影响呢 它就会造成了 与世俗思想潮流的混杂状态 主动就容易分析 被动就容易混杂 所以从圣传的角度上来说 新教从 从一开始 我们就讲宗教改革时期的圣传 一开始 宗教改革 它就得益于依靠这个文字和传媒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媒体 没有文字 它根本就 就没有宗教改革 它就得益于这个方面 而在教会领域里面 因为它太得益于 这个媒体和文字 它双刃剑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得益于这个 所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学艺术 而西方的教会领域里面 就把这个文学艺术媒体传媒 仅仅当作了信息和思想的载体 它就离开了本来 对一个信仰生命的表达 离开了这个 变成一个我思想的表达 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神学生问我 说那你觉得 那个就是文学艺术 他说文学艺术 当然就是我们神学的载体 我说你凭什么 然后问了一大堆 我说你第一条就错了 文学艺术不是神学的载体 是信仰生命的表达 和描述 如果你把因为新教把文学艺术这些 当作信息的载体的时候 文学艺术就渐渐就不再是文学艺术 而成为一种特别漏的宣传单章 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 从政教分离 就是从盛传角度 政教分离起初 它产生的原因 我们很清楚 因为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 政教过于的联合 所以那政府都要表态 所以也造成很多逼迫 所以当时他们很反对 政教分离是很能理解的 但大家忘记了 过了五百年以后 我们今天不是政教分离的问题 不是逼迫的问题 而是我们在公共领域里面 哪怕按人数算 我们应该占有的资源和平台 我们都没有 我们是没有话语权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来谈宗教 谈政教分离 你跟当时的政教分离 完全两回事 我相信当时的那些 赞成宗教 政教分离的人 根本没想过今天这一步 没想到今天我们落到 如此边缘化 如此没有话语权的地步 那从圣徒来讲 圣徒方面 他理性主义 当时因为宗教改革以后 为什么文学艺术 没有很好地受到 宗教改革的那个神学的引导呢 因为紧接着世俗文化里面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起来 又借着这种文化 又影响了神学 影响了世经学的发展 如果你去看我的博士论文 会看到世经学整个它的发展 为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在教会的文化氛围中 对玉经解经啊 灵意解经啊 完全的弃绝 已造成了早期基督教文学中 灵修文学和寓言文学 渐渐枯竭 然后在圣传方面 宗教改革以后 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 最深远的是贾尔文神学 我觉得不是马丁路德经的 而最重要的是贾尔文神学 那贾尔文神学里面 有一个教义中对德行的重视 德行的重视 它带来了圣徒在创作中 渐渐对品 就是德啊 它不是美德 而是道德 这个道德渐渐走向世俗认同的 举例来容易说明 像米尔顿的施乐园 夫乐园 历史川僧这种 以圣经题材为主的 它结合了中世纪文学的梦幻 寓意象征的等等表现手法 我认为至今是一个高峰 但是到了班阳 我特别说 今天基督教文学艺术 如此软弱 如此像广告 如此像福音单章 都是因为从班阳的预言体 天路历程开始 班阳将生命 丰富的基督徒生命 抽离成很多抽象的概念 写这个预言体 后来的基督教文学 受这个影响很大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到卢梭的忏悔录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从神本的对救恩的 那个解读 到人本的那种 借着基督教的力量 借着基督教这个信仰 来进行我道德的提升改变 它是两种忏悔 那么我们就看到巴尼圣母 悲惨世界 大家熟知的基督教文学艺术 甚至包括托斯特耶夫斯基和托尔斯基 托尔斯泰的这些所有的作品 我不一一细讲 它大体上都是讲到人 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的缺失 他的犯罪 道德的行为的犯罪 以及基督教信仰 帮助他们 最后来在道德上 好像有一个悔改 忏悔 或者认罪 或者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 我们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 也造成了今天到后现代文化 反对权威 结构主义的时代 年轻人不再那么在乎 你所谓的道德 你的道德凭什么变成我的道德 所以基督教文学艺术 过于的将我们的神学 与世俗的道德 观 良心 过于的融在一起 绑架了 当今天人要突破那种 世俗的道德的时候 就把你基督教信仰 也一块给扔掉了 所以我的结语是什么呢 结语就是宗教改革提出 因性称义的救赎观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能在 基督教文学艺术中呈现 性是神本的 道德是人本的 我讲的道德不是圣经中的道德 就是我们平常谈的 性是超越时代和种族的 道德是具有社会和时代局限的 性是生命本质的状态 道德是生活的规范 因此 建基于性上的基督教文学艺术 才是具有永恒性的 更具有不可缺失性 如果基督教文学能为这个世代的人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审美 提供不可缺的一种生命状态的范例和一条走出人类困境的道路 那他必然从边缘走向主流 我不认为基督教文学将重新一统天下 但他应当如耶稣基督般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也有真理 让人看见上帝的荣光 谢谢 有这么多的比较前瞻性 批判性 总结性的看法 那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觉得 你在除了这样的一种的认识和看法 那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 我就问这一个问题吧 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讲的 没时间讲的 其实大家都在讲 今天中国好像没有托尔斯泰啊 没有托斯托耶夫斯基啊等等的 但是我就想问你们 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 他们是建基于当时 东正教很丰富的一个神学的根基 那个楚经化的神学 那么其实大家都以为 基督教文学艺术是我们这些作家的事情 其实不是 是神学家的事情 为什么呢 神学家只有进行了很多 在人伦啊 在文化上面 这种对接的处理以后 我看你们的书 然后我直接写我的文学作品 然后我最悲哀的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得跨过来 自己总结 自己研究 然后自己再去实践 因此我想我的使命呢 可能登不了高峰 我能够把头上的乌云 能撕开一条线 走出一条路 让后面的人清神一点 拓展就很好了 大概就是我的文学使命 你比较就是推崇米尔顿的三部 比较经典的基督教的这个文学 然后呢 把这个天罗历程看作是一个影响后来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 他们的一些文学创作的一些 一些就是固定成模式了 要道德 要把道德的东西放到里面 否则的话就不那么属灵 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回应你一下 因为我讲的很简单 人家看我论文会 我讲的是班杨 他开创了一种教会内的 所谓文字事工 他班杨本身的天罗历程 还是文学性的 但是从他开始将生命 不是原本的描述 而是将一些理念 进行一种构架 比如说他是悔改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而且基督徒的整个十字架道路 好像就是这样走 那他就引发了后来的 就是教会内的文字事工 一直往下走 那么现在教会内的文字事工 和基督教文学艺术 其实是分开了 那所以我对后面 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他们不叫批评 而是分析呢 我认为他们的文学成就 高于他们的信仰成就 就是高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学成就 只是我们基督徒拿 拿他们来做点缀 他们真正的成就是在文学上 是在对于人性的挖掘 和对于人 从人本角度 他们虽然就是基督教在里面 但基督教是成为一种 人本的自我救赎的一种助力 没有真正将基督 基督徒 基督信仰中那种性 来表达出来 那种全然败坏 与拯救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基督教文学艺术 我认为要从 要借鉴中世纪 甚至之前的 来说 感谢观看